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技Email单元王大黄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方面介绍科学人的第11月号里的几篇文章 之后再进行科技Email科技新知的单元 首先在11月号科学人里面有那么一篇文章 我看到题目就有趣了 跟我们最近流行的电影很有关系 僵尸电影 今天的题目是蟑螂僵尸 一点都不错 其实我也碰到不少人想要跟我讨论电影的问题 就是说人可不可能变成僵尸 我就先让大家先去读法部而写的昆虫记 昆虫记 从那里开始谈会比较好 当然很多人其实对于昆虫不感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都是人了 当然人最怕的也是人 人最怕的其实不是其他的动物 那关于人会不会变成僵尸 我的看法是你只要对于神经系统有一个起码的认识跟了解 那是可能的 那事实上在19世纪其实老早就有学者做过研究 很残酷的研究了 那就是你把猫或狗的大脑给摘除 那这个猫会不会立刻死掉 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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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有一点 那缺少大脑的猫或者狗 他要是存活下来 他事实上是可以行动的 所以那这个就有一点类似所谓的僵尸了 你讲你所谓的切除他的大脑 那他还有好多小脑炎 好问题 所以你问到点上了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器官 是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一个器官 你所谓的摘除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问题 不过跟僵尸直接有关系的 这个科学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我们的脑子 事实上是有层次结构的一个器官 那最高级的神经中枢 在于大脑的表面 那最高级的神经中枢 产生我们所有跟有意识的行为 包括我们的理智 我们的说话 跟我们所有的 甚至包括你做梦时候的梦境 这一些所谓的高级功能 都是由大脑最外边的组织 那就是大脑皮层来负责的 那大脑的演化 其实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大脑皮层是最后演化出来的大脑组织 所以大脑里边有比较早出现的 这个控制系统 那那一些控制系统 就是来支配身体最基本的 这个生命能力 包括行动捕食 以及这个处理性欲 那等到脑子逐渐逐渐演化得越来越复杂 更高级的中枢就出现了 那所以更高级的中枢 它为了要发挥它的功能 它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抑制 比较先前发展出来的中枢 它们的这个活动的能力 所以要是 你要是了解这个道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想僵尸的问题 那我们对于僵尸的印象 我们先不谈电影中 让人恐惧的那一些影像 基本上就是 它似乎没有自主性 它没有意识 它也没有思想 它也没有理性 那你假如对于大脑的结构 你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你就可以猜测 那很可能 我们把脑子最高级的中枢给破坏了 那让脑子比较原始的中枢发挥功能 结果就有可能看起来像是僵尸 所以我们把僵尸问题 我们先谈到这里 我们要回头来 我们要谈我们的蟑螂了 对 11月号科学人这一篇 谁在操控蟑螂僵尸 这一篇文章 我要介绍给大家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一看到这一篇文章 我就立刻想起我过去读过的法布尔昆虫记 特别是第一本 那这一篇报道里边 报道的是有一种泥风 泥巴的泥 泥风的风 事实上就是一种湖风 那有一种泥风 那他们狩猎蟑螂 那他们狩猎蟑螂的目的不是自己吃 而是读风要把卵铲在这一只蟑螂的身上 让卵孵化以后 暂时先以这一只蟑螂为食物 等到它长成了以后 它就可以独立生活了 所以它的关键在哪里 它的关键就在于 这一只蟑螂 这个必须是活着 才能够供应 刚孵化的小湖风的这个食物 那这个怎么样做到这一点 本身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研究这一个问题 研究这一个问题 最早就是法布尔 那他在1855年就发表过一篇正式的研究论文 160年前 一点都不错 他就是来描述 他所描述的是这个另外一种蟑蜂 那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一种蟑蜂必须要把它的猎物 全身麻痹又维持它的生命 那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那他描述了所有的相关的 这个科学问题 譬如说 这一只蟑蜂必须要找到它的猎物 身体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神经节 因为昆虫没有所谓的脑子 它身体里面 它的神经网络是由神经节连在一起了 所以你要找到那个主要的神经节 让这一只昆虫 它不能活动 所以就看起来像死了一样 可是又不会丧失性命 所以它的全身 它的尸体 所以它的身体 事实上是一直保持新鲜的 那等到这个小狐蜂孵化出来了以后 就可以用这一只昆虫当作食物 那我要说的是说 昆虫记第一集里边 法布尔来描述 这一些狩猎风的本领 花了至少三张 那然后它真的是身花妙笔 它把它的科学论文 转化成一般的叙述的文字 那假如 我的法国朋友告诉我 就是你假如看法文的话 法文是相当优美的 可是我们即使透过翻译 我们也能够欣赏 就是法布尔的描述 一步一步带我们解决一个科学谜题 然后又描绘的 第一个很生动 第二个又很精确 那第三个是能够引人入胜 是 法布尔的昆虫记 在过去几年之中 台湾也有一两家出版社 重新把它翻译了 而且都已经发行了 就顺便说一下 这是在11月号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这个看这一篇的时候 可以回想一下 你所读过的法布尔 甚至 重看一遍 把这个当年看过的法布尔 拿出来重看一遍 跟这一篇报道来对照一下 就是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后 我们的知识的确是进步了 可是问题就是 对我们一般人的兴趣而言 那这些进步的知识 到底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引发 我们的兴趣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另外在11月号科学人的第62页 还有一个故事 杭丁顿氏症 云丁顿 对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种疾病了 不过我们东方人 很少人得这种病 那这种病基本上欧美的人 得的比例比较多 那这种病是一种遗传疾病 意思就是说 治病基因是来自于父母传给你的基因 我想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这一种疾病 通常是人成年以后才会发作 也就是至少要长到30岁以后才会发作 正因为是这样 因此身体里面有这种基因的人 大概都有机会把这一种基因 遗传给子女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的基因 没有在演化的过程中间被消灭掉 那发现杭丁顿氏基因 那是有一个复杂的故事 那特别是在美国 那这个受害者团体 应该是说病患团体 那他们事实上发动了强大的游说的力量 使国会通过立法拨款 专门研究杭丁顿氏基因 那到了1993年 终于发现了这一种疾病的致病基因 那是1993年 那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了 那我们对这一个基因的认识跟理解 的确有了一些进步 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是来说明 这个我们过去20多年来 我们研究这一个基因 有哪一些新的进展 那当然很不幸的 就是还没有治疗的方式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我们已经有检测的方式了 怀疑自己可能身体里面 带有这种基因的人 可以去做检测 然后可以很精确的检测出来 当然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我到底你应不应该去做这种检测 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一个基因 它会引发杭丁顿氏症 它到底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做什么的 显然它是有用途的 它要是没有用途的话 这个不会到今天还在我们的基因组里面 那而且我们发现的事实上是 这一种基因的一个变异 一种变异才会导致这种疾病 那这个没有这种变异的人 就不会有这种疾病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证据 就是显示这一个基因 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有功能的 那所以过去20多年来 就是不断的在研究这一种基因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能 那这一篇报道告诉我们 这一个基因其实在生命化史上 是很早很早就出现了 那这个原始的单细胞生物 它们的基因组里边就有这一个基因 那这个这一个基因在 在哺乳类里边身体里边 它的功能可能跟神经系统的发育有关系 这一篇报道就提出各式各样的证据 来解释这一个基因 它大概的功能 那这一篇报道也告诉我们 这一个基因里边有一些段落 那有重复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单元 有一些基因单元会不断的重复 它要是重复的次数过多 它就会导致杭丁顿示症 这标题就叫第36次重复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插图 我一看是看起来就像是在模仿基因的形态 让35个人或者35个人形趴在地上 最后是一个问号 但是第36个人不存在并且断落了 这看起来是不是就是在说明这个基因的情况 对一点都不错 总而言之就是这一个基因里边 有一个小的段落 那一个小的段落 在不同的人身上 有不同的重复的情形 有的人重复三次 有的人重复八次 有的人重复35次 那第36人的意思就是说 到了重复第36的时候 那就可能就会引发杭丁顿示症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那最新的研究结果就告诉我们 这一个小段落的不断重复 本身也是有功能的 似乎它重复的次数越多 那这一个基因的功能就越好 那所以才有人推测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这一个基因里边的这一个段落 它重复的倾向 是这个样子演化出来的 只不过就是 生物演化的过程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精确控制到那个地步 有的时候 你从第34次重复 你推展到第35次重复 这个跟推展到第36次重复 大概只有毫厘之长 那可是对一个正常的人而言 却会产生疾病 健康的疾病的后果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这个礼拜的科技Email的新知单元 显化植物吸引昆虫传粉的手段 无其不有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显化植物基本上就是需要 这个很多的显化植物 就是开花的植物 需要这个其他的动物来帮它传粉 OK 那他们就要想就要想办法 用各种方式吸引那一些动物 来帮他们传粉 那传粉的动物 绝大部分都是昆虫 所以有些学者甚至还还相信 昆虫的演化跟开花植物的演化 彼此有相互相生的关系 那我要说就是说 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资讯 显化植物用来吸引昆虫传粉的手段 其中至少有4%到6%是用欺骗 骗昆虫来 骗他们来 骗他们上门 他们只要上门身上沾了花粉 就有机会为这一朵花来传粉 那么可以告诉我们 举个例子吧 不 现在就是要介绍一种 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欺骗手段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一种花 那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降落散花 那你大家上网去看 这个很容易找到 还有小片 对 那它这一种花 它是甲竹桃科 那它的原产地是南非 那在田野里面观察 大家早就注意到了 那为降落散花传粉的昆虫 有一类是贼 贼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专门窃取其他昆虫的猎物为生的昆虫 它是贼 所以我们叫它昆虫贼 或者贼昆虫 那可是呢 降落散花 以什么手段来吸引贼昆虫为它传粉 这个要让我们可以先想一想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王道环先生在现场为我们进行的单元科技email 大家好 我们刚才讲到了昆虫 显花植物吸引昆虫的手段无其不有 有4%到6%的显花植物 是利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吸引昆虫为它传粉的目的 不过有的昆虫这里提到的是 有一种昆虫是贼 它会专门窃取其他昆虫的猎物来维生 可是那降落散花又用什么手段来吸引这些贼来为它传粉 所以两个学者 他们都是说德语的 一个是奥地利 一个是德国 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奇 所以他们就做了研究了 那一些贼昆虫为什么会飞进降落散花的花朵里边 那因为降落散花之所以会有这一个疑问 原因在于因为降落散花不是肉食之物 那也没有散发常见的引诱昆虫的味道 那常见的引诱昆虫的味道不是甜味 它就是有某种臭味 那因为这种降落散花似乎看起来很平常 怎么可能吸引到昆虫贼来替它传粉呢 那他们发现降落散花吸引的贼昆虫 主要是两种苍蝇 那其中一种属于败感营 败就是败类的败 小说败类 一点都不说 败子的败 盒子编一个自卑的碑 那这是一个磕 那里边有一个鼠 叫做孝败感鼠 那个孝是不孝子的孝 那个孝就是相似 相似的意思 对对对 孝败感营 全球总共有50个物种 那他们的习性都很相似 就是吸取贫死蜜蜂的体液 快要死掉的蜜蜂 一点都不说 那结果呢 研究人员发现 降落散花是以四种化学分子吸引肖败感营 吸引这一种贼昆虫 原来蜜蜂受到蜘蛛攻击之后 就会释放那四种化学分子 因此那四种化学分子 等于通知这一种贼昆虫 有一只蜜蜂正在为性命挣扎 他们可以来占一点便宜 也就是通知这一种贼昆虫 它的食物就在前边 那研究人员以田野实验证明 降落散花是释放的那四种化学分子 的确可以吸引肖败感营 那查考研究文献 发现学界早已经知道那四种化学分子 譬如说其中之一叫做更铜 甲银比林物极更新的更啊 更铜 那蜜蜂受到攻击的时候 它的下颚线体就会释放 这一种化学分子 用来回击它的劣食者 就是蜘蛛比如说 对 那其他三种分子则是信号分子 那蜜蜂在性命受威胁的时候 用以通知姐妹强敌来袭 总而言之 这四种分子一起出现 就等于通知这一种贼昆虫 有一只蜜蜂正在垂死挣扎 那降落散花就利用这种贼昆虫的习性 吸引 这种像笑败感营这种贼昆虫 一点不错来替它们传粉 它怎么会拥有这四种分子 有意思就在这里 不知道 这就是演化的奥秘了 时间够长 它就能制造出它就有一个化学工厂了 是吧 是 来日本干细胞研究再下一程 日本是干细胞研究的大国 不谈他们已经 因为干细胞研究 拿到了诺贝尔奖三中生米 他们就算把三中生米拿掉 不算三中生米在内 日本的干细胞研究的团队 阵容之坚强 堪称世界上是数一数二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这一次讲的是九州大学的教授 他有一个姓氏像是中国人 叫做林克燕 可是他不是中国人 日本人也有人姓林的 他叫林克燕 那他是九州大学的教授 那另外一位是日本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 齋藤通济 那林克燕 他曾经在剑桥大学 做过博士后研究员四年 回日本以后 就在京都大学 齋藤通济的研究室里面 做研究 他在京都大学 事实上已经升到了副教授 可是2014年 就两年以前 九州大学把林克燕给挖走了 所以让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所以他现在的研究 其实是当年在 齋藤通济的实验室里面 开始做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 他最新的研究结果 是由他自己的实验室 做出来的 那2011年 就是在齋藤通济的 这个实验室里边 林克燕用雄性胚胎干细胞 以及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 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干细胞 是 可以把他们 这个诱导成 类似胎胎 外胎成的细胞 然后再由那一些 类似胚胎 外胎成的细胞 再衍生出原始的生殖细胞 这就是以体细胞培养 生殖细胞的这个 惯例嘛 好 你也可以这么说 那最后形成了精子 那那一些精子 能够使卵子受精 形成胚胎 继续发育为成体 所以研究人员 使用的诱导型 多功能干细胞 细胞是来自 胚胎纤维母细胞 那跟成年小鼠 尾巴端点的 纤维母细胞 千万要记住 纤维母细胞 在是源自胚胎的中胚层 跟本来这个生殖细胞 是源自胚胎的外胚层 是不同的来源 那林科砚在2011年 就已经完成这个成就了 就是把来自中胚层的细胞 这个诱导成 外胚层的产物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然后2012年 他就开始用雌性的小鼠 来做同样的实验 那他能够 这个是雌性小鼠的 胚胎干细胞 以及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 衍生成原始的生殖细胞 再与胚胎性腺体细胞 组合成重建的卵巢 组合成的卵巢 然后研究人员再将 重建了卵巢 植入裸小鼠的卵巢囊之中 让原始生殖细胞 继续发育成卵子 那一些卵子取出来 在试管中成熟受精 也能够继续发育成小鼠 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那总而言之 林科砚在实验室制造卵子 只剩下最后一关 必须使用活的小鼠 他除了这一关 其他的都是在实验室的培养里面做的 那今年7月 那东京农业大学的教授 伟田这个弥生 他的团队克服了一个重要的关卡 使得胚胎性线在实验室里面可以继续发育 在实验室里面形成正常的绿炮跟卵子 更重要的是卵子能够受精形成胚胎 植入小鼠子宫以后 也能够继续发育出生 这个在卵室管中 育成成熟卵子的系统 也适用于冷冻的胚胎性线 这是很高的成就 所以伟田团队的突破 使林克燕团队把过去做的实验做了总结 他们现在能够用雌性小鼠胚胎干细胞 以及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 来培育出成熟的卵子 完全不需要利用活体 完全在实验室里边 那一些卵子受精发育出生 完成生命循环 都正常 没有什么异状 不过林克燕生产的成熟卵子 有很高的比例出现染色体异常 他们制造了300个胚胎 只有11个发育完成出生 而从小鼠体内取出的成熟卵子 受精后有60%能够发育 这个比例已经很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而且正常人也不见得那么高的比例 不不不 你说300个胚胎只有11个发育完成 不是 我是说你从小鼠体内取出的成熟卵子 这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在实验室里边制造出来的 完全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胚胎 只有3% 那你等于只有三十分之一 OK 那这个相对于在自然的情况下 60% 那个是的确是比例低了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了单元科技email 刚才王大黄先生为我们介绍的一个题目 是日本九州大学教授林克燕 以及其后记者 东京农业大学的教授韦田 他们相继的完成了 看起来是用磁性小鼠胚胎干细胞 以及幼导型多功能干细胞 培育出成熟的卵子 而且那些卵子还可以发育 受精发育出生 完成生命循环 看起来没有异状 一点都不错 这是很高的成就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他们的成功率还是低了一点 那他们必须要改进他们的成功率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最好能够研究 研究就是找出来 他们失败率那么高的主要的原因 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们发现的现象是 它这个染色体异常的比例特别的高 三百分之十一 所以最好能够弄清楚 为什么染色体异常的比例会那么高 不过这一个研究的成果 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学界 甚至媒体的广泛的注意 甚至包括经济学人都有专门的报道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 假如这一个技术能够成熟的话 可能的运用 是过去大概都没有想过的 因为过去陶立杨出生了以后 大家想可能的运用 就是制造出一整团的希特勒 那现在林科研研发出来的这一个技术 事实上到了最后一个应用的可能是 用同一个人在身上的细胞 就我那或你的身上 对就是体细胞 皮肤上面的细胞 因为他们用的是纤维母细胞 所以我们就用皮肤细胞 那这个你把一群皮肤细胞 诱导它发育出正常的卵细胞 把你同一个人的另外一群皮肤细胞 诱导它们在实验室里边 让它们发育成精子 然后再在室管里边 让同一个人的细胞诱导出来的卵子跟精子 在室管里边受精 然后看它们最后会发育成什么样子 也就是我自己可以受精 一点怎么说 听起来不只是科学上有成 有点恐怖 接下来一个题目 海盼有竹臭之肤 鲨鱼为什么会受到阿摩尼亚的吸引 是小便吗 所以你就比较耐心一点 阿摩尼亚是氮氢化合物 它是分解氨基酸的产物 它味道很不好闻 那它有毒 因此我们避之唯恐不及 也不仅仅是我们了 大部分的生物都是这样 那阿摩尼亚它会容易水 所以海洋生物 譬如说像鱼类 那它就直接的将阿摩尼亚排出体外 那陆生的动物 像我们哺乳类 那将阿摩尼亚会变成 把它在身体里面转变成 毒性比较低的尿素 那储存在膀胱里边 然后再排泄出去 但是鲨鱼却会受阿摩尼亚的吸引 那过去的解释是 对鲨鱼来说 阿摩尼亚表示鱼群出现了 也就是阿摩尼亚是一个讯号 是告诉鲨鱼 出现阿摩尼亚的地方就有大餐享用 不过鲨鱼可以合成阿摩尼亚 就是在它的腮帮子 那因为阿摩尼亚在鲨鱼生理学里边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可以稳定它身体里面的离子平衡 也就是盐度 海水是咸的嘛 那过去的学者已实验发现 要是鲨鱼被迫在阿摩尼亚浓度高的鱼池里边生存 鲨鱼会从塞吸收阿摩尼亚 然后转化成尿素 再排出体外 那跟我们差不多 这个等于用自己的身体来清净海水 那学者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抗毒的机制 但是为什么鲨鱼需要有这一种机制呢 它不是生活在大海里 大海茫茫 它根本就不需要玩这个游行 所以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 就是UBC 它有两位学者 重新研究鲨鱼在大海中受到阿摩尼亚吸引的问题 他们认为那是因为鲨鱼需要阿摩尼亚 来维持体液的平衡 以及身体内的离子平衡 那他们就用太平洋绞鲨来做实验 那太平洋绞鲨并不是很大的鲨鱼 它的成体大概就是一米长 那结果水池里边只要放入鲨鱼 水中的阿摩尼亚的浓度都会下降 那看来鲨鱼会直接吸收阿摩尼亚 那而且鲨鱼并不会制动排泄尿素 水中阿摩尼亚浓度通常是100 那提高到800的时候 水中的尿素浓度才会上升 也就是说鲨鱼吸收了阿摩尼亚 制造尿素这一件事情不是立即发生的 那事后检验鲨鱼的腮邦与血液 都发现了尿素 那鲨鱼利用海水中的阿摩尼亚 制造尿素其实是减便宜 因为阿摩尼亚通常是消化蛋白质的产物 这个成本太高了 你利用其他生物的废物来制造尿素 供自己身体之所用 因为他的身体需要来做离子平衡 一点不说 这是他怎么知道的 我们学化学学那么久都不知道 还忘了呢 不是不知而行 天和炎灾 四十行焉百物生焉 好 协助自闭症的孩子要先训练父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先谈谈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团队发表了报告 宣布他们开发了一种自闭症疗法有用 那是一种行为疗法不是靠药 简而言之就是训练父母 与自闭症沟通的能力 他们研究的自闭症 年纪都在学龄前 要是有疗效 那能够帮助孩子上学 那让孩子有机会学习成长 那这个疗效的关键 疗法 疗法的关键在于针对自闭症的沟通需求 因为自闭症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 训练家长 判读孩子的需求 并训练家长以适当的方式与孩子沟通 这个训练计划持续一年 前半年每两个礼拜 治疗师与家长孩子见面一次 半年以后 就是后半年 是一个月见面一次 其实说起来是蛮单纯的 那结果令人兴奋 就是参与这个计划的家庭 孩子的情况有显著的改善 那相对而言 对照组也就是没有参与 这个计划的家庭 那孩子的状况是恶化的 你看看这叫做一掌一消 那换言之啊 家长积极参与自闭而疗法 对孩子绝对有益 更重要的是 效果是能够持续的 根据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 参与家庭的孩子 六年后都看得出情况有改善 这种先训练父母的疗法 应该可以想办法引进到台湾 我们提醒一下 当然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一个小问题 我跟你讲 你记不记得 我想你这是为我来设计的题目 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节目里面 谈到辣椒 我就流汗了 是吗 你忘了吗 而且我是听到辣椒 或者是讨论切辣椒 我就流汗了 那你有点像巴弗洛夫的狗 没有问题 你说我什么生物都可以 辣椒会不会真的辣死人 这个美国急诊医学 刚刚发表一篇临床报告 那就是在美国 有一个47岁的男人 男性 他在吃辣椒比赛的时候 吃下这个鬼椒 印度鬼椒 印度鬼椒 它的辣度是一百万 那我不讲了 我就说平常我们使用的 吃的辣椒酱 辣度只有两千 两千五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它辣度是一百万 是平常 平常的辣椒的 十千倍 你看看 是不是 然后这一个47岁的美国男子 他参加了这个比赛以后 他马上就产生了严重的胸腹疼痛 恶心呕吐的反应 立刻就送到急诊室 减断的结果是发现 它的食道破裂 完全是辣椒引起的 食道破裂 食道破裂 所以发表这一个报告的医师 他说 他要用这一个报告来提醒大家 你不要看到 这个病人说他肚子痛 你就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之类的 他可能是因为 食物中的辣椒 引起的食道自然破裂 拉死了